富二代帅气多精,有八块腹肌,还有超美女友,可一个雨天一场车祸让她高位劫瘫,这辈子都只能困在轮椅上。 两年内,她前后赶走七位护工,这天女护工小龙出现了,她很缺钱,失业的父亲,未婚先孕的妹妹,上有老下有小,全家靠她一个人养活。 她需要一份工作,于是来到了富二代威尔家里,威尔想赶走眼前的小龙,她发出奇怪的叫声,还提出她的裙子裂了,让人很是尴尬,但这都没能赶走她。 一场男病人和女护工之间的battle开始了,照顾一个高位劫瘫的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但开朗爱笑的小龙每天充满活力的来到威尔家,她努力的和她套近乎,可她每次都摆个臭脸。 小龙很孤独,每天看着时钟下班,躲在花园里吃自制三明治,尽管上班很痛苦,老板还挺难搞,她还是努力的和她套近乎。 这天威尔的前女友到访,她勾搭上她的另一个富二代朋友,却还要满嘴抱怨道,我想和她在一起,是她推开了我。 威尔气愤的砸烂所有的合照,小龙小心翼翼的粘好所有的照片,她不但不领情,还想再次将人赶走。 小龙很是受伤,她很需要钱才选择在这里工作。 威尔沉思了许久,自己是不是太刻薄了,于是她让小龙给自己拿DVD,顺便邀请她一起看。 全程她都没有看电影,而是偷偷瞄着她的表情。 之后他们的相处越来越愉快,小护工和富二代的battle显然是前者赢了。 富二代胸部以下不能动弹,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检查,她的身体不再出汗,发烧什么的都是家常便饭。 即便在下着大雪的寒冬,别人只能拿风扇吹她,拿湿毛巾给她降温。 小龙不知道威尔的身体如此脆弱,这一晚她没有走,彻夜陪在她身边。 直到她醒来,小龙才了解威尔的过去。 曾经的她意气风发,现在却困在轮椅里,她心疼不已。 可是她不知道,爱笑的她改变了这个抑郁的男人。 威尔刮掉自己颓废的胡子,她看呆了,原来这个男人这么帅。 偶然间,小龙听到威尔的父母在争吵,原来威尔决定半年后去瑞士安乐死。 为人父母当然不希望儿子离开他们,但他们也知道儿子一直以来承受多大的痛苦。 小龙不能接受自己陪着威尔走向死亡倒计时,她想离开了。 妹妹劝她,半年的时间很长,你要相信自己,可以改变威尔的想法。 小龙了解威尔的过往和喜好,并且找她的父母商量对策。 父亲的一句话点醒了她,她需要自己看上去,像个男人。 于是小龙带着威尔看赛马,穿上一身红裙,陪着她去看音乐会。 接着,他们开车回到家,威尔迟迟不肯下车。 小龙在努力地哄威尔开心,她也为自己的女孩创造更多惊喜。 她到她家中参加她的生日派对,两人的亲密举动,一旁的男友像个多余的人。 还为她失业的父亲安排了一份工作,威尔只是希望她能没有任何烦恼,不用背着压力生活。 富二代的前女友结婚了,和她最好的朋友。 小龙陪着威尔参加婚礼,浪漫的婚礼进行曲终。 前女友缓缓走向新郎。 威尔强忍住眼泪,这本来是她未来的幸福,现在却拱手让人。 晚宴上,一个宾客唏嘘道,威尔是个好男人,新郎可是个混蛋,新娘错过了,真可惜。 前女友来找威尔寒暄,她显得这么窘迫,她却能轻松地弹笑。 小龙邀请威尔跳舞,她坐在她的轮椅上,两人在舞池转圈圈。 他们的脸贴得这么近,威尔情不自禁地说。 他们相约着要去更多的地方,去实现威尔曾经的梦想。 他们一起去海岛,感受阳光和海滩。 他第一次尝试潜水,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体验。 在繁星挂满天的夜晚,他们表露了心声。 威尔也说出了自己即将去瑞士的事情。 小龙拼命地挽留她,可她不能给她正常的生活,她希望她快乐,而不是陪自己久居闯她。 这是她唯一能给她的幸福。 小龙气不成声,她以为她能改变威尔,没想到她去意已绝。 这天以后,爱笑的小龙失去了笑容,她离开了威尔,她始终没有勇气,亲眼看着她死去。 父亲告诉小龙,威尔今晚就走了,她是个不会轻易改变的人,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陪在她身边。 小龙马不停蹄地赶到威尔身边,陪着她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。 她打开了窗户,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她想让她看看这个世界最后一眼。 小龙躺在威尔怀中,他们抽气着,却始终不敢落下眼泪,都想让爱人看着自己最后的笑容。 威尔离开以后,小龙来到了巴黎街头,坐在她最喜欢的餐厅前,她留下了一大笔钱,希望她能替自己过完接下来的人生。 电影的结局没有落入俗套,浪漫的爱情不是万能的灵药,浪漫的童话还是会回归现实。 威尔没有为了爱情去改变,她坚决地结束自己的生命,完成对自己的救赎。 我们常常说,爱情是一起变好,威尔在小龙的陪伴下,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日子, 几乎是没有遗憾的,而小龙在和威尔相处中懂得了生活的意义, 他会替她继续没有完成的人生。 好了,今天的解说结束了,这里是大乔讲电影,下期见。 这是最重要的发生日子。